6月,一號十九位 我們先看136月 明雲,你還好嗎? 上課了嗎? 上課了 有啦,打課或打課了 太累了,昨天是寫就會寫太晚了 昨天電動料拍吧 大廠老師有電話號碼 大廠老師的手機號碼 手機號碼 查一下 下個再給你吧 那個零酒 你拿一些手機的脈 沒有,我拿去打開 對 092 00160 好,那邊講 哪邊的風比較大 如果要吹風,附近的風會吹比較大 右邊 為什麼 因為沒有滑溜,比較短 要短,那風向怎麼吹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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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右邊 左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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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十度是一個約律啦 是絕對的 好 我們上次有講那個求護蜂對不對 第136頁 那我們這部份其實可以參考148頁 我們先幫他148頁 我們先看一下求護蜂好了 好 我們想一下 什麼是冷蜂 什麼是冷蜂 封面 什麼是封面 封面 什麼是封面 一團空氣 然後咧 一團空氣 這團空氣 基本上裡面的溫度大致相比 這團空氣怎麼形成 這有很多原因 但它是大致相比 然後這團空氣 假設比外面冷 這個邊界的地方就叫 是界面 是不是冷風還看一個界面 是看風是不是往這邊吹 風如果是往這邊吹的話呢 我們說這個界線就是封面很封 OK 那如果是 這團空氣這邊不動對不對 這邊是比較暖的空氣對不對 可是這邊是高拉高空氣 所以空氣往這邊吹 那什麼 這邊變暖空 暖空 就變暖空 OK 那知道意思嗎 所以看你 主要是看你空氣的壓力大 如果說冷空氣的壓力大 它往這邊吹 這邊就變冷風 冷風是這樣 所以你看它七上零組裡面 假設我這樣畫一條線 我這樣畫一條線 我這樣畫 那告訴你什麼事情 你看到這條線 你看到什麼事情 冷風 冷風 因為它是箭頭 對不對 是三角形的箭頭 冷風 這是什麼 溫空哪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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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溪南風 吹溪南風 然後呢 還有什麼事情 科試力 科試力跟這邊有關係嗎 我們先講科試力 那邊壓力比較大 右邊 右邊壓力 左邊這邊壓力比較大 這是到壓空氣 還有空氣往這邊吹的 然後呢 誰的溫度比較高 右邊 右邊的溫度比較高 這是很暖的 這是很暖的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說一條封面 我們可以看出很多事情嗎 好 所以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個事情 這是暖風 這是暖風 那如果看到這個樣子呢 這邊是圓形的 代表什麼 四流風 四流風 四流風什麼意思 所以 壓力哪邊比較大 沒有 差不多一樣大 壓力都差不多一樣大 所以 有沒有風 沒有風 基本上這條封面 有沒有風 那個日風有風 它旁邊的風 基本上這條封面 也沒有成風 都沒有風 因為壓力差不多一樣大 所以它滯流了嘛 所以它滯流了嘛 它停在這邊 基本上是不動的 滯流風 所以它停在這邊不動 好 那 來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溫度誰比較高 右邊 右邊 高溫 所以溫度比較高 所以溫度比較低 好 看到滯流風 我們就看到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 滯流風 對 滯流風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會一直下的 而且你會不會停 很難停 為什麼很難停 因為一直凌結 因為它滯流風 它停在這邊 它停在這邊 基本上是不動 因為兩個壓力差不多一樣大 它停在那邊不動 所以這次在條內 每一季節 大概五月份的時候 每一季節都滯流風 滯流風停止不動 所以現在已經冷風過來了 假的我們現在是 冷風過來 冷風過近 會不會下雨 冷風過近 有沒有可能下雨 會 會下雨 下很久還下那個 冷風 今天的感覺 今天的感覺算是 對 今天是冷風來 會下一下雨 那會下雨的原因 取決哪裡 前面正常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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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它的飽和度 比如說濕度的溫度 你濕度很高 它就一定會下雨 濕度的不高 如果假設是6%的濕度 接下來要看 温度差 對不對 你的溫度很低 溫度很高 相對濕度60% 會下雨 如果溫度也不是很低 溫度就一點點 跟這邊只有差2度 差3度 會不會下雨 不會 就不會下雨 不見會下雨 所以你要看 飽和真氣 有沒有 我們看到飽和真氣啊 所以簡單來講 你們也可以做 天氣的預判 假設我現在 從天空一看 這邊的冷空氣 我會移動 這邊冷空氣是15度 這邊呢 比較暖和的 是20度 而相對是70% 你就給預判 它會下雨 所以728 會給預判下雨 它可以從那個 寶寶陣其他圖來判斷 它會不會下雨 不會理解 好 來 那什麼叫求褲 我們上禮拜 講到這邊 叫做雪 福湯的雪 一個金戴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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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戴褲 球固攻基本上是三個封面的影響 第一個 本來這邊的冷光 這邊的暖風 暖風往這邊吹過來了 冷風速度比較慢 暖風吹過來之後呢 它會往這邊飄 為什麼會把它 它冷風把它踩上去 就它滿涼的 兩環空氣對不對 這邊是冷風 這邊是暖風 暖風會靠近的時候呢 這邊變成這樣子 然後就往上飄了 為什麼 密度 暖風通常密度比較低嘛 密度比較低對不對 暖風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它沉在下面 冷風會沉在下面 所以假裝暖風吹在一起的時候 這邊是冷風氣 它碰在一起 它通常會被切上去 它變扁了 就這樣切上去 它滑上去 所以 基本上這兩個空氣形成這樣子 接下來 有一幅更冷的冷風吹過來 假設空氣跑得更快 速度更快 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變成冷風吹過來 它也會把它踩上去 它吹過來的時候 會把暖風氣踩上去 它會變兩個冷空氣 這邊是冷空氣對不對 這更快冷空氣吹過來的時候 它就把暖風氣往上堆 然後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之後呢 冷空氣要是更冷化 它一把它踩起來 最後的結果會變成這樣 它整個踩起來 這邊是冷空氣 冷空氣也被踩起來 上面是暖風氣 合結不好嗎 沒有 合結不好嗎 它不會那麼快合結 因為空氣它其實不穿 它不會那麼快就散掉 所以它是決斷持續效果 這叫做球陸後 它會卡在一起 通常這個地方很容易下雨 本來這邊就很容易下雨對不對 因為暖風跟冷空的接近 這邊就很容易下雨 這個球 更冷的空氣吹過來之後 這邊會踩上來 這邊會卡住 這邊會更容易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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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球陸風又分三種 這個聽一下就好 打算後面更冷的 前面比較暖 比較冷 就是涼的 後面是更冷的 這叫做冷 冷 球陸風 反過來如果這邊是 這邊比較冷 這邊比較不冷 那這樣追過去 我們叫做暖球陸風 它可以用中性的 想到了什麼中性的 就是表面都不一樣的 就是中性的球陸風 OK 它就是被吹在上面 這種情比較會發生在 就是封面 你看這個圖 這邊有個圖 在100 137的下面 好 137的下面 好 137的下面 欸 不是 不是137的 欸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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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知道硬好 但是沒關係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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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一下 好 好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那個 氣象的觀測 傳統氣象觀測很簡單 上次有傳統過 就幾個簡單的元件 風速技 旋轉的 風向技 一隻公雞 一隻公雞 好 然後 雨量計 雨量計怎麼做 就哪個 涼杯 涼杯 放著 就看水上升多少 可是水上升多少 想說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 這種雨 它的雨量大概就是 2到3毫米 一個小時 或是兩個小時 那踩一點點 然後很不容易觀賞 那你要怎麼辦 變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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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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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變細 什麼變細 把涼杯變成涼口 把涼杯變成涼口 我本來是 這樣子杯子 把它變成這樣子 我就可以量到 比較高的水位嗎 不會 蛤 為什麼 不會 會 我會先 對阿 接到量就是這個潔面積 接到量變少了 所謂的體量 什麼體量 來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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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個漏斗就好 假設這個漏斗 這個面積 跟這個潔面積 十倍 我上升的高度是十倍的高度 對 原來是2毫米的 我覺得可以量到2公分 不要用碰 如果在單身上還看不清楚 不用死 一百倍的 一百倍我這邊就可以變成十公分 就很清楚現在當地的雨量 通常留在那裡之後有效率會有效率 對 所以通常就是會有一個 這東西就是一個長時間的觀察 譬如假設現在雨沒有 大家就放著 那我每天去看一下現在有多少雨 我說過去20小時的雨量是多少 我只能看過去20小時 過去20小時 對不對 但是以前的氣象預報比較是這樣 我說我從現在去看過去 對不對 我就可以到一個變化量 我當作變化量推測未來 你知道意思嗎 以前的你要這樣做 是讓我們現在這樣做 所有東西都是從現在跟過去都比較 去得到一個變化量 再把這個變化量移到這邊來 變成我們去推測未來的可能性 是不是這樣子 你知道這個人的速度 你怎麼量化速度 你怎麼量化速度 怎麼量 距離跟時間 距離跟時間 因為你的距離是不是看他 剛剛所走的距離 對 用剛剛的時間來算 對不對 假設過去一秒鐘 過去一秒鐘 他走了15公尺 這是過去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速度是不是每秒15公尺 那你可以預判他 下一秒鐘會到哪裡嗎 那就是預判對不對 在預判說 我在一秒鐘的時候 他又會走15公尺 可是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再往前去看 在前面一秒鐘 他只有走 每秒 那一秒鐘只有走10公尺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加速度 他只有加速度 所以你可以看 我現在的預判還是我的加速度 所以我們都是 科學都是這樣 從現在跟過去都比較 就得到一個變化 推出未來 機箱報告有分享 不過以前不準啊 你看雨量 今天的雨量 就是從昨天下午2點到今天下午2點 24小時的雨量 再推著前一天的雨量 再前一天的雨量 每天把杯子倒掉 把水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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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跪離再測一次 那現在應該有連續式的測量方 連續式的測量方 要怎麼測 雨量怎麼測 連續式的測量怎麼測 不是一樣嗎 怎麼測 就累食性後可以測量就好 今天有一個簡單做法 我們先這樣 就是這個概念 我現在在收集這個水量 對不對 收集下來之後呢 我這邊有一個排水量 這個排水碼 這排水碼是可以計算流量的 我可以計算流量的 那我可以不知道水這樣多高 往生的可以測水多高 然後呢我現在估計 我每分鐘流多少水出去 每秒鐘流多少水出去 那再看我的高度上升多少 就可以覺得進來的量用出去的量這麼平衡 那我就可以講即使的力量 這樣知道意思嗎 對 這是椅子嘛 這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椅子的東西 這是未知的 那我只要看高度變化 就可以知道我一直進多到水量 OK 有問題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 比較遠 比較雷達 雷達是用雷達波 雷達波有什麼作用 什麼是雷達波 雷達波是什麼 雷達波其實就是 電波 電波 什麼是電波 電波有電波 還有人家有波 光電是電波 電子波 電波就是電子波 我們以前比較 第一個開始用雷達波 去做事情的 是什麼 是電波 是電波 是線 我們講雷達波會有個現象 就是我們雷達波 雷達我們用電波來做雷達的功能的時候 雷達是有人瞎說老人 對 雷達是這樣 就是我從 我從一個訊號發送出去的時候 它打出去 對不對 訊號打出去 我從這邊發射出來 發射出來 打到一個連一連發射出去 那打到一個目標部的時候 目標部後來有反射 再反射回來 它接收訊號 所以它在這個頭這邊 有一個發射接收訊號 發射接收發射接收 它給發這個訊號 那看多久接收到一個訊號回來 它就會知道 我現在就會知道這個距離有多少 這是第一次 人類開始使用雷達是這樣的功能 那會知道這個東西在往前 因為這都是電磁波 在往前 我們用這個技術在做什麼 就是剛剛給你們講的 我們在做電波 我從這邊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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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發這個電磁波 你那邊有個接收器 就接到一個電磁波 那你就把這個電磁波轉換成 電磁鐵的訊號 它就可以按著 你那邊就吸起來 放開就鬆掉 就可以看到那個訊號在傳遞 是從電磁波來的 電磁波轉換成雷達 雷達這樣的功能 所以 雷達是電磁波的一種 當然我們通常指的雷達 是可以打出去再傳來 再接收不來 那一般來講 電磁波的訊號 以前的技術都用的是 FM左右頂張 或AM的頂張 大家就這樣 AM跟AFM知道嗎 差一千倍 差一千倍 一個是MHz 一個是KHz 記得嗎 有 我再選 上面你都講過 好 那當然這個傳遞的距離很有限 這個雷達波 你要想我雷達波 假裝往這邊打 可以打多遠 很遠 打不了很遠 我如果這個角度的話 第一個就變那個方式 再遠一點就變那個山 就擋住了 對吧 如果我們天空打呢 它可能傳你比較遠 可是我只要出過 因為它是直線的 我常常能打 我怎麼都這樣就不雲 對不對 再出去怪太空的就沒有雲 也沒有需要了 所以你可以看 我切線方向可以量多遠 最多就到這邊來 最多就到這邊來 對吧 而且它超過那個範圍 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它兩波的距離很有限 大概就幾百公里 幾百公里 之後就沒有意義了 沒有用 那所以雷達波效果有限 那雷達波龍都反映的是什麼 它叫做反應水 水氣的一個變化 就水氣的變化 你怎麼反應 它怎麼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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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只要這邊有雲對不對 我拖進去的話 它打到每個水地都會反射 打到每個水地都會反射 對不對 所以水這邊雲如果很厚很濃 我反射又多 那如果雲很少 水氣很少 那反射就少了 所以它可以從這邊來推測 那接下來第二個是杜伯勒雷達 杜伯勒雷達 杜伯勒雷達什麼是杜伯勒雷達 杜伯勒雷達 杜伯勒雷達可以量什麼 杜伯勒雷達可以量什麼 杜伯勒是這個原理 你記不記得 我剛才講Letsport的時候 講過這個現象 你如果有一個救護車 他會編著你走過來 他會編著你走過來 我們聽到他的聲音是變尖銳 還是變地層 變尖銳 變尖銳 離開後變低 離開後變低 因為它是一個波發射出去的時候 是裡面要這樣子 如果波在前進的話 他第二個波會打在這個點上 所以那波會變什麼 波會變成 我們這邊感覺到波形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對這個人來講的波是變成頻率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說算遠離的話 我忍耐對你聽的話 這個頻率比較低的 所以頻率高會變得聽起來比較尖銳 頻率比較低會變得比較低層 這就是杜伯勒雷達 那杜伯勒雷達 那杜伯勒雷達 所以杜伯勒雷達通常可以看到是在移動 正常的雷達波只是看他的現象 第二個杜伯勒雷達效果下去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這個雲門在移動 雲的移動代表什麼 雲的移動代表有風 有風對不對 雲的移動代表有風 所以我們既然知道風 風跟誰有關係 氣壓 氣壓有關 所以就可以從風向去推特氣壓 風速風向去推特氣壓 所以整個雷達 整個氣箱訊號是這樣推特出來的 好 那接下來這個技術也還OK 可是還是短距離 距離太小 只有幾百公里 那接下來的技術就是衛星探測 衛星探測就很遠了 衛星探測至少是幾千公里 地球來講的話 我衛星我看了就可以看到就是他的面積 面積看了很大的一個面積 那衛星的話一樣的概念 他有紅外線啊 有可見光啊 他看的東西不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小宿身手 D小笛 140頁了 下來喝酒 無視同步衛星的特色 同步氣象衛星 A在地球製造上空繞 是不是啊 下列合著不是同步氣象衛星的特色 A A 為什麼不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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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他設定的軌道是怎樣 不對啊 低啊 應該是低 下列合著不是 所以是在地球上空繞型 不是他的特色 應該是吧 他應該是在地球上方 在赤道上方 一般來講 我不好看到北極的嗎 北極就是切線 你這裡看到北極啊 你在赤道上方 對不對 像同步衛星很遠喔 同步衛星距離地球很遠 同步衛星我們物理 好 高度物理會上到 下年 一年會上到 他同步衛星的距離較遠 他不是說 他這個是 跟著地球的速度轉嗎 在跟地球的速度轉 那你不轉去繞行赤道 欸 他沒有在繞啊 不是 他在繞啊 他只是他轉的速度 跟你的地球轉的速度一樣 他不會這樣 我們所謂的繞行什麼意思啊 就是 就是 他照著直行在轉 對 他跟你地球轉不轉沒有關係 他照著直行 只是他現在轉的速度呢 他20小時轉一周 地球當然是20小時轉一周 所以他的同步衛星距離 是我同 永遠都在 譬如假設在台灣 永遠在台灣上空 我永遠在加州的上空 只是說那個點上 我們是沿著赤道在走 我知道 OK 這樣 你要幹嘛 好 第二個 跟地球智能事物相同 對不對 對嘛 尤其像中造型地球 對 因為他必須跟地球方向一向 他才能夠 看到地球上面的東西 能對大氣進行連續式的觀測跟紀錄 對 可以進行全球大氣進行觀察 對嘛 全球大氣觀察 所以 差距有部分 我講過你 同步衛星如果在這裡的話 他是會一直待在某一個帳房嗎 對 他一直待在 譬如待在台灣帳房 一直在台灣帳房 譬如他就這樣 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手的同步衛星的話 陳祥 手的同步衛星的話 他是這樣 所以他一直只能看某個區域 他不能同時監控全球 譬如台灣 我們台灣曾經發射過一個氣象衛星 那氣象衛星 他應該是會focus在台灣的附近 他不會去管 那個 非洲那邊的氣象怎麼樣 因為他不夠我們的事啊 對不對 他應該focus在台灣 好 能夠分 能夠關這雲的分布 兼這臭氧層 這都可以做到 好 第二題 藉由空氣球 藉由碳空氣球 碳空氣球攜帶 碳空儀文科 或者拿三張資訊 可以或者氣壓 氣壓不行 為什麼 他怎麼測氣壓 用氣壓器就可以測氣壓 那氣壓器應該不會太難 可以測雨量 要看他多高 雨量應該是地面的 雨量應該是地面的 雨量不會再用碳空氣球測 碳空氣球當然是蠻高的 氣溫可以測嗎 可以 可是我看到之後應該也是地面的氣溫 對 我們想知道地面的氣溫嗎 但是如果他有帶紅外線的碳熱氣 那就可以測氣溫 濕度可以測 可以了 濕度怎麼測 就用頭髮 可以用頭髮 頭髮是地面的 太空氣球在天空 他測到地面的濕度 但他可以用什麼方法測氣溫 濕度 重量 重量 如果平常濕度很高的話 看不太會不一樣 對啊 他可以看雲量的厚度 他可以看濕度的多寬 然後一是什麼 一是雲量 雲量 像雲量看夠不夠高 對 雲量看夠不夠高 碳空氣球 有沒有碳空氣球的修行 沒有 沒有 有啦 各本上有 傳統氣象觀測裡面有個碳空氣球 對不對 碳空氣球已經高度沒有到飛 只有到30公里左右 30公里左右的高空 所以他能測濕度 壓力溫度 但是他測雲量不太容易 雲量就是有時候雲會更高 雲不見的車道 OK 好 我剛剛講的課本是1381 有看到嗎 傳統氣象觀測裡面 就是碳空氣球 他在攜帶無線電 碳空 以升空 大概是在那個 這個也是小區域的 你想喔 衛星 在這邊 我可以看到區域這麼大 30公里 基本上他貼了地表 他就貼了地表 他看的是小區域而已 這小區域的方法 但是 譬如說 我們可能雷達有些 會被擋到的地方看不到 因為看空氣球 看局部的區域 好 第三題 141頁 請問甲乙丙三素 合者 是放在這邊嗎 對嗎 合者的大氣最流最旺盛 我們看 甲乙丙在哪裡 上面的這個 紅外線觀測圖 和可見光的雲圖 為什麼是零 因為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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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OK 紅外線看到的雲很多 和可見光看到的雲很少 這什麼意思 有一側雲很多 有一側雲很少 有一側雲很多 有一側雲很少 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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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流最旺盛 什麼意思 什麼叫對流 什麼是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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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身或下降 上身或下降是對流吧 我們在講一般的 講溫度啊 平衡的部分 講對流 通常是從底下 上到最上面 是要對流 對吧 平流的通常是 不叫對流 那只是壓力差的關係 那是平流的部分 那對流通常指的是 上下 那個空氣向上升的速度快慢 或向下升的快慢 對 雲是平流 雲那邊雲比較多 其實從這邊 雲看到的只是說 他那邊雲很厚 然後這邊沒有雲 那這邊可能會有壓力差 所以他可能會平流 雲的話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看不到什麼東西 其實雲的這個圓圈裡面 也看不到什麼特別的現象 可是你講這個現象 你看到雲怎麼特別厚 為什麼雲怎麼特別厚 因為氣流 往上 變化很快 氣流變化很快 所以如果你前面講那個雲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講那個叫做基於雲 有沒有 那瞬間 會慢慢的很快 就長在一大朵的雲 那種現象 那是對流旺盛的情況 好 現在第四題 某人參加這個 什麼太空中所所舉辦的 學生觀測雲計畫 白天觀測 發現天空的雲都很高 太陽光很容易穿透的雲層 他等身在哪裡 甲乙屏是哪個位置 雲很高 陽光很容易穿透的雲層 平隔 為什麼是平隔 看不到什麼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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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層很高 好我們來看一下 紅外線的雲跟 可天光的雲是怎麼樣 第139圓 紅外線的部分 他是看那個溫度高低 紅外線畫是看溫度高低 高度越高的部分 溫度越低沒有問題 我們剛剛講過 最流程的部分 一開始就講過了 我們再看一下前面 我們注意一下 再在那邊 打七七拳 來看一下117耶 我們看對流程的部分 對流程就是在10公里以下的對流程的部分 是不是你高度越高 那個 溫度越低 對吧 所以他看到的是 不同 不同溫度的雲 那你看到不同溫度的雲 表示他是浮雲的高度不一樣 對不對 雲的高度不一樣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 越亮的地方 表上它溫度越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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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上它溫度越高 不是 我不是說越亮 我說你就 他紅外線 紅外線看得到雲 表上雲的溫度是高的還低的 高的 為什麼是高的 是高的 是高的 溫度是高的 但它紅外線 燦熱器會看得到比較亮 所以 溫度越高的雲 是在越低撐 越低空還是越高空 越低對不對 越低 那可見光的話 那是反應什麼 那反應 厚度 可見光的光是反應厚度 你越厚越看不透 你越可以看透的 那表示它的雲是 比較稀的 那我們來看 141頁這個雲 141頁的假 可見光跟紅外線來看的話 可見光就看到就是有雲對不對 所以雲 而且有比較厚的雲 紅外線看到的雲是很亮的 所以紅外線看到雲很亮 那是高空還是低空的 低空的 那我們來看比 可見光呢 看不到什麼雲 活活的 紅外線看到的 也是暗暗的 假設有雲的話 雲是高還是低的 低 高 是比較高一點吧 那看到一點點而已對不對 嗯 對 那你看 雲的話呢 雲的話看到有雲 可見光的地方看到的是 比較暗的 所以它屬於比較高空的雲 可是呢 它雲能算厚的還是裹的 厚的 厚的 那他說這個人在那邊 他看到的天空的雲都很高 但是呢 太陽光很容易穿透 乙的話呢 雲是高的還是低的 低 為什麼是低的 的 疑點喔 以那個圈圈裡面 高的 是高的嘛 為什麼是高的呢 因為 顏色很淡 紅外線看起來顏色很淡 對不對 但是從可見光的雲看起來 它雲是厚的還是薄的 厚的 是厚的雲喔 所以它可以看起來這個雲是 高空的厚的雲 雲的話呢 兩個都暗暗的 所以它表示它是薄的雲 而且是 如果有的話 可能是高空的 高空的多雲 這樣可以分辨嗎 是 好 誰要可以分辨嗎 沒有 那你有沒有說說看 是怎麼回事 在可見光看到厚厚的是什麼意思 可見光是厚厚的 表示雲是厚厚的 厚厚的 好 那紅外線看到 是比較暗的是什麼意思 對 比較低 所以它比較高 好 OK好 這沒問題 好 二字二解是天氣預報 天氣預報的部分呢 你有沒有預習過 天氣預報的部分 這個我認為你們應該可以自己看 就自己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小事生什麼 143個小事生什麼 數值天氣預報的方法 可以實現的關鍵 為什麼 數值 數值 一般講數值就叫 英文叫Digital 好 好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有人要翻一條數位 就是電腦處理 所以它的 可以實現的關鍵意思是什麼 以前沒有辦法實現 它等於現在可以實現 現在可以實現 現在可以實現數值 天氣預報的 是為什麼 電腦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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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要用電腦 應該吸吧 地面儀器早就有了 各種儀器啊 什麼都有了 可是我們只是搜集的是資訊 你有儀器 你搜集到資訊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處理資訊 所以以前處理是用個人的經驗 氣象有經驗 就我剛剛講的 我看到這邊有封面過來了 我有資訊 我知道這邊步驟是低的 我知道這邊壓力是高的 所以會有什麼性情 我就用人類的探斷去探斷 可是你沒有辦法做很精確 推測 颱風三天會不會到 颱風兩天會到 我沒辦法這麼精確 這是後來數值 氣象 預報越來越準 越來越準的原因是 我們收集很多資訊 然後給他程式 給他很多判斷式 給他更多更多 換個角度 在大數據的發展 大數據發展之後 可以做更精確的判斷 這是電腦處理的能力提升 第二點 下列核的天氣氣象 比較不適合及時預報 買走不適合及時預報 也就是說 你沒辦法用過去的經驗 來推穿下一課的結果 龍捲風 只有龍捲風 對吧 那我 問答案就是他 男子參選很高壓 龍捲風 你知道嗎 原來他是指基石吧 就是 原來他説 他是你一直以來 才能知道的事情 所以 欸 不適合基石 這個 這個 他也很高壓 他也很高壓 因為這長時間的變化 這長時間的變化 這句話什麼意思 下列核種天氣現象 較不適合及時預報 好 好 假設 應該這樣 即時預報說 我現在告訴你 三個小時後會有雷雨 我需要現在跟你講 好現在講 你會有幫助 因為三個小時後會有雷雨 雷震雨會來 你會趕快處理 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 三個小時後可能有龍捲風 像龍捲風 我沒辦法預測說一定會發生 那時候可以聽你講 有可能發生 或者是這樣子 有可能有龍捲風 因為這是一個氣象的概念 就是那個當下的條件 有可能產生龍捲風 只能說 有可能 但是不見得發生 龍捲風的路徑什麼 我沒辦法預測 可是太平衡高壓 不需要用即時預報 即時的預報方式跟你講 因為太平衡高壓通常一籠罩 可能就是一個月 十五天兩個月這樣 很長時間 所以他應該是這個意思 他就不適合即時預報 因為他不需要 不需要用即時預報的方式來講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第三章 這後面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有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好不好 好 我們就進入第三章 第三章是天氣系統 氣團跟後面 我沒講過了 對 對 好 剛剛就講過了 其實上學點要講過一部分 就是一團空氣 基本上它固定之後 其實這段水也是一樣 在水瑜為什麼講說 上次就講溫顏環點有沒有 溫顏環點是一樣 你這段水 岩度跟溫度固定之後呢 這段水就旁邊的 就會形成一個界面 這個界面中間很難 會有一點點交換 但是不會那麼快 就混得掉 所以這一團的 的內容 濕度 氣溫 壓力就會比較穩定 這就叫氣團 這叫氣團 一團 氣團跟氣團之間的影響 界面空該息的時候呢 就會形成所謂的封面 冷風過來了 暖風過來了 冷暖風通在一起變成滯流風 對不對 好這就是封面的概念 怎麼了 感覺你說那個什麼 風過來了 很暖風過來了 感覺就像是外國人 不會講英文的人 在用英文型用車禍的那樣子 外國人用英文型 車禍的人 不太會講英文的人 在外國 車禍然後會跑越來越前台講話 他用一個同樣的代名詞在解釋 好 所以冷風會形成 容易形成什麼 他能寫雷震雨嗎 暖風 也會下雨 自由風就會下很久很久的雨 但是不管是冷風或暖風不然 你會下雨的情況之下 都還是取決於暖空氣的濕度 這大家有經驗嗎 有概念 這暖空氣的濕度 還有冷空氣的溫度 知道是什麼 冷暖空氣之間的溫度差 還有那個暖空氣的濕度是多少 這是比較大的影響 好 那治流風就是會卡在那邊 囚禁風的話呢 他就是 也是會卡住 囚固風跟那個治流風一樣都會卡住 但 一般來講是 治流風停留時間會比較久 好 其實我們看到146頁 這個我們剛剛講那個整個行星 行星風氣有點關係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有一條 有一條線到過去 這條線基本上是趨近於遲到 對趨近於遲到 所以可以想像是 冬天啊 夏天啊 這條線是會移動的 這條線會向上移動 會向哪移動 會向北會向哪移動 朋友 就是看哪條線 你的左邊 左邊那兩張圖 有沒有有一條橘紅色的線 那線跟你的 赤道是有關係 然後跟著赤道走 他會 會比較 夏天的時候呢 他會往哪邊 會往北邊移動 東天會往南邊移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148頁 小式身手 其實這部分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部分 來稍微理解一下 稍微理解了沒有 好 好 這個 右圖是封面立領 立領模型的示意圖 請問下面 哪一項冷風 是冷風 在甲乙丙重 方面上的示意圖 甲呢 這是一個立領圖 好 這是冷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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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餅 好 所以這一塊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是冷風 暖風氣 好 冷風出現了 表示這邊壓力大 還是這邊壓力大 左邊壓力大 左邊壓力大 OK來看一下 那 我們哪張圖比較符合 從這邊看的話 從這角度看的話 哪個圖比較符合 C C 為什麼是C 看起來就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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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講吧 你還是會覺得 是啦 看起來就是C 對啦看起來很像C 因為你從這個角度看 正常這個題目太無腦了吧 真的 現在學這個題 因為現在學這個題 所以剛剛大人有講一個事情說 你化學如果碰到這個計算 這麼複雜的機會要30秒算完 像畢科相對簡單 畢科你只要觀念好 要看那個題目是很簡單的 基本上概念有的話 一看就知道了 好 那簡單這樣 軟風會被冷風纏起來 會往上面走 這是基本的狀況 好 那來看一下 第二題 下面是 這一年 地面天氣圖 請問這一圖 位在日本外海 跟大陸東安面 封面是何種封面 它指的是下面那條封面 那條滋留封的封面 大陸你看得出來 大陸的邊緣嗎 韓國 日本看到沒有 日本的 右邊這邊 右下角這邊是日本海 那 大陸東安部就是 想當的就是東安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一個封面 指的是下面這條封面 有 那條封面 好我們看一下 這一條封面是什麼封面 你剛剛已經講過 自留封 我剛剛已經講自留封 OK 好 那 第二個是它在一天之內 會怎麼移動 不會移動 那不會移動 對不對 因為它自留封 就不會移動 對 兩邊壓力 所以你可以從七壓組來看一下 它壓力是不是 月略相等 對 可是也有明顯的 可是低七壓離它也能距離 低七壓離它也能距離 所以它不會那麼快 往低七壓移動 好 OK 那個 下禮拜 禮拜五 禮拜五從第二小節開始講 從台風開始講 所以麻煩各位 預席 預席 好不好 預席一下 拜託不要每次來就是感覺上 就是空空空沒有來 也沒辦法 因為好累 好累 因為是運動太受 看起來我覺得大成時代 指定空課你都會做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 有啊 因為我指定空課 我指定 上禮拜上禮拜有指定有一個人做啊 真的嗎 有做嗎 我沒做 好